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Winstonia Tower 我的对面就是白宫 这里是Senator and Congressmen 我今天再补充一下昨天在Capital做的视频 这个视频当中我提出了一个建议 今天我更把这个视频做得明确一些 就是我们现在进行的两场战争 一场战争是发生在欧洲 这是北约和俄罗斯的战争 那么乌克兰是一个带有人的战争 在乌克兰的土地上进行这场战争 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 北约和美国作为这个把这个定的调度 就叫做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 对于俄罗斯来讲 俄罗斯认为是北约五次 从两方面来讲 对吧 站在俄罗斯的战争 叫做惩罚禁战争 它并不是初衷来讲 并不是想把乌克兰消灭 只是想抑制它本约中克的步伐 那么这个公说公有理了 最后解决的问题是实力说法 对吧 我们也看到了 在这个战争来讲 是政治不能解决的一种的 一个特殊的政治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 俄罗斯呢 我们今天不去评论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的性质 在另外一场战争 我们关注的是另外一场 一场潜在的战争 就是已经打了七十多年的 这个中国的中华民国的内战 中华民国的内战是怎么样 引起来的 我们要从1947年 这个 这个 美国呀 从 从这个 罗斯乌总统呢 开始 就在处 在这个反法西战争当中 就特别重视 美国 把扶持中国 成为一个大国 想要扶持成为一个大国 能够将来在制衡这个世界平衡当中 由美国 苏联 还有英国 中国 这四个大国 作为四个警察 因为大国之间要搞平衡 大国之间呢 就是搞一个相对的制衡 所以呢 苏联四大人呢 是不同意把那个中国 因为把中国列为四大 四大警察 就是安理会的成员国 他认为中国太弱了 因为 中国在在现代化这个当中呢 跟这个 跟这个 美国 英国 俄罗斯 有一定的差距 跟日本啊 德国 跟这个 现代化有差距 所以 不愿意中国加入 这个 成为这个 被 这个 安理会 要从英国 英国也是这样的 也是抱着一种 歧视中国人派的 他认为 特别是蒋介石 这个 这个 康战八年当中呢 啊 打得漂亮的仗不多 啊 就显示出中国这个 这个 这个战斗力啊 这个武器啊 太弱了 所以 只有 在这个 在世界 在二反法支持战争当中呢 只有美国 特别是罗斯库总统 特别重视 中国 就是 反法支持的力量 他不仅仅是 看重的是 蒋介石 就是国民政府 他很重要的 花了很大的一个精力 是注意 所观察 了解 调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巴陆军和新世军 啊 这个 反法支持的 在这个 这个 反法去战争当中的作用 以及 和苏联的关系 我们说 在相对来讲呢 啊 中国共产党对 罗斯福总统 啊 也是非常 啊 这个这个 这个观照是非常 抱以好感的 而且 嗯 这个 这个 胡兴照耀中国 嗯 这个就是 是 斯诺 还有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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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美国的 战地记者 啊 不断的来 中国 那个 作为 罗斯福的特使 来 调 美国是很 故事很 来调查这个 这个 这个 中国的情况 也了解 非常了解 蒋介石 所统治的 国民政府的 嗯 内部的情况 结构啊 权力啊 腐败啊 啊 斗争啊 这个 都非常了解 相反 他认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呢 是一直能够 有纪律 能够打上一个军队 就是一个 太落后 武器的装备太落后 有这么一个影响 不幸的是啊 1945年 4月12号 罗斯福总统去世了 在去世之后呢 大家才感觉到 这个人的 这个伟大 罗斯福总统的伟大 和 不可 不可替代啊 就没有一个 再一个 像罗斯福这样的人 再 再能够啊 再能够 这个 出席在美国 那么 后来呢 后来的 副总统呢 就是 杜勒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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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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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完成的事情 事情 但是 比起罗斯福本人 处理这些 国际事务啊 处理中国事务来讲呢 就更加有些 一些倾向 就更加倾向于 杜勒斯的 国民政府 所以呢 就 派来特使 赫尔利 来 来中国呢 制使 国共内战 同时呢 又在 用那个 美国的装备和武装呢 国民 这个 就是 就是 国民政府的军队 就是 国民党的军队 一场 这个 当时这个 在日本投降的时候 国民党的军队 主要在西南方向 你看 中国的远征军啊 还有这个 这个 那个 还有一些 部队 都在西南 大后方 包括 四川啊 昆明湾 云南啊 这些地方 而 这个是要 收复 这个 收复 敌后啊 其实收复 日本占领的土地呢 是 八路军和 齐子军呢 比较近一点 因为 他们 叫做敌后五公军 敌后五方 就是在基林内部 在做这个 三道理解 包括东北 三省 都是中国 共产党的军队要快些 这个时候 就利用那个 重庆谈判 来拖延时间 跟美国的飞机 用 把国民党的军队呢 用到这个 所要接管的城市呢 就是一种 这个空投的方法 啊 紧急调军险架 同时一边用 国共和谈 啊 一个 来拖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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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兵遣架 收购日本 日本 日本占领的城市 所以呢 就后来就 1947年呢 就签订了双施 经过了长时间的边打边谈 签订了双施条约 双施条约 双施条约不久 就成立了 17年就成立了 临时国大 自宪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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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宪国大就制定了 东方民国宪法 当中就提出了一党专政 国民党 要国家 军队国家化 这是中国的一个情况 美国的情况呢 美国的情况呢 美国在 这些事情 这个 确实美国的当中的事情也很多 这个 这个 结果日本呢 欧洲啊 因为美国作为一个战胜国的一个领导者 主导者 杜鲁门呢 提出了 要利用联合国这个工具 是国际的 国际这个 大家庭这个工具 这个主权国家的工具 而且我觉得 这个 布鲁门总统呢 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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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宪章这个 签字与之上 所做的那个 那个 讲话 那精神就非常的好 他说了 联合国宪章是一个监固的基础 在它上面 是可以建设一个 更加美好的世界 这个宪章 随着时间的 前进 将获得 发展的 更发展的更好 没有人承认 它是一个 最终完整的一个 完整无缺的一个工具 它不是让人 让人可以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模式做出来的 改变这个世界的情况 将需要 进行 不断的进行一些调整 根据基础情况 对接的 所以讲得都很好 但是呢 为了世界和平和避免战争 签订了这么一个 推动人类进步 建立这么一个联合国的一个相互的一个组织 协调的一个组织 这是一个伟大的工具 现在世界必须使用这个工具 如果不使用这个工具 我们就辜负了那些 为了这个联合国 为了这个世界的和平和发展 做出牺牲的那些 献出生命的人 包括罗斯福总统和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死去的平民和军人 以及经过了战争磨练的这些政府 如果我们打算自私自利的使用这个工具 或者是按照一小撮 如果一个国家或者一小撮国家的利益 那将同样的犯了被信其义的罪行 成功的使用这个工具 就要创造这个工具的各个国家的人民 团结起来 以坚强的信心 要求我们大家奉献自己道义上的全部力量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就 我原来没有想到 这个话的宗旨 实际上是特别成了 这个 这个 罗斯福最后临终的时候 讲的一句话 如果我们 我们唯一害怕的是害怕本身 他最后第二 在凌中间 最后一天呢 他用手洗的了 我们现在的 最恐惧的事情 是我们对今天发展的迟疑 不敢往前走了 我们现在要以坚强的决心呢 看着 就是登高望远 奔勇前进 这个 这个 杜伦那个总统的讲话 最后这个意思 也是表达了罗斯福总统的决心 所以我们今天呢 在清零期间啊 我们纪念罗斯福总统 感觉到心情特别沉重 作为我 啊 一个二战老兵的儿子 啊 我的父亲呢 在罗斯福去世之后呢 代表着中国远征军 在印度的加尔哥达 啊 这个 这个 罗斯福总统的纪念 啊 最早会上 发表了一个 我们唯一害怕的 是害怕本身这个 一个 主题 主题 支持 支持 不是一个演讲 就是一个支持 但是呢 这件事情本身 作为我 作为 我 二战老兵的一个 而第二代 我感觉到 很荣幸 父亲能没有在 这个 这个 万人当中啊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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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万 那个 那个 中国远征军 当中啊 通眼而出 去代表这个 国内讲话 在加尔哥达 在加尔哥达 讲话 当然了还有 中国各地的 那个讲话 那都不一样 但是加尔哥达 它代表这个 在加尔哥达 这个 城市 这个地区 这个战场上 代表这个 这个 中国远征军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很 很重要的肯定 至少来讲 当时来讲 呃 任征军 对他 对父亲 对我父亲的贡献 是加于肯定了的 而我 正是因为 有了父亲这样的一个 啊 这么一个 一个举措 我就对 罗斯福总统 格外的尊敬 因为 我们都是 罗斯福总统的 学生 同时 我们也是 中美合作的受益者 我们也是 美国人民 美国政府 美国民主党 和共和党 这个 学生 啊 美国在 虽然是很年轻 但是呢 从建国以后呢 出现了 这个 这个 华盛顿 George Washington 啊 川普总统 然后 这个 能够做出 废除 连任制 这么一个 没啥的 比较 这对中国 今天的影响 就非常有 啊 是有很重要的意义 啊 就是 就是 从 从人治国家 走向法治国家 这么一个 必须的有一个 这么一个 民主共和制 就是说 我们不要过分的相信 把集中的力 那个 这个精力 和过多信任 资源 投资到一个人 投资上 或者是 制造一个 制造一个 领袖 制造一个总统 啊 在美国的印象当中 总统总是 不可靠 啊 总是 虽然有很大的权力 但是权力也会使 总统犯很多的错误 也会走向反面 就是要 一个总统 他也需要 啊 很多人 人民来进行帮助 啊 监督和提出一些 宝贵的建议 所以 孙中山呢 就提出一个 要 要让四万万人民 做皇帝 这个皇帝的概念 在中国 是根深蒂固的 所以 包括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 啊 蒋介石 毛泽东 这都有或多或少的 人质的思想 这个 人质的思想 和民主的思想 在本质上来讲 是有差距的 所以 这两个是需要改进的 嗯 为什么说 一个人的局限 一个党 一个人 他会在那里 有一定局限性 我们今天来看 主持台湾问题 这就看出来 我们 不管是 国共两哪里 欲望相争 就有 当事者 迷 旁观者 群的一个角落 啊 我作为一个 中国 台湾出生的 中国大陆长大的 这么一个 啊 这么一个 混合体 既了解 台湾 又了解中国大陆 同时 啊 啊 我又 来到了美国 我 学习了美国这种 啊 政治 美国政治当中的一个 看到有比较嘛 看太阳 就可以感觉到 啊 美国的政治在哪方面 有心 有优势 有竞争优势 哪方面来讲呢 啊 在集中人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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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举国体制那样的 团结力又 又不够 它既有优点 任何一个是 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 一个政党 任何一个 一个 一个发展界 它处在不同的发展界 呢 按照我们的实践认来说 它就有 它就会产生相应的 不同阶段的 思想 也受到相应的 啊 意识形态的局限 包括 美国 啊 欧洲 这个 俄罗斯 中国 台湾 和中国大陆 我们跟未来的是 人们比较起来的 我们是有差距的 所以 就是 为什么 只有在人类在发展进步的 社会实践当中 检验真理 这才是 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 而我们 我们不能把一个人的说话 啊 他的一个人的预言 啊 做一个 衡量真理 一个标准的 一个依据 这就是 我们从 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革命 中国的社会主义 建设 啊 还有美国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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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民主宪政所走过的道路 所看出来的问题 这是国家建设 我们 我 我是搞 那个 学数学的 然后从事呢 叫地震机辅助设计 就是IT行业 后来又 又 在美国 美国 跟美国合资 就是APCI这个公司 就空气制品和化工产品 这个公司合作 读之以后 在那里做主经理助理之后呢 我又学 啊 我又学 学习了美国的现代管理的一个经验 现代管理的经验 也是法治精神 就是 程序管理 制度管理 所以呢 这个 所以呢 我们在 这个 就是说 中国的私营企业 国有企业 还有 民营企业 这个 进行比较之后 计划经济 和商品经济 比较之后 我们得出了之后 我们现在 这个 整个世界来说 都还是处于一个摸索 这个 混杂的一个 这个 这个 资本主义 这个 靠市场来决定的 靠计划的经济来决定的 这个是 两个都缺一不可 都要 既要有 计划经济的 这个 看得见的时候 还要有 看不见的 这个市场经济条件 看不见的时候 各个国家都一样 所以各个国家都是一国两制 这个一国两制来讲 不是什么新鲜的 就是政党人体中的 而是各个国家 近满年来都是存在的 就连封建社会 它也有官营的经济 也有政府的经济 也是一国两制 但是我们今天在讨论的问题是 现在是解决台湾问题 解决中国统一问题 解决是避免战争的问题 我们怎么来考虑 我们认知 我们看从 原来对这个 就是包括在俄罗斯 这个今年以前 就是在爆发俄乌冲突 这个战争以前 我们对战争的认识 还是比较遥远的 是隔着万眼镜来看战争 是用书本上来回忆战争 而我们现在 基本上是说 虽然没有到战场去 但是基本上是在 把握着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的卖国 看着他们在各个步骤的举措 因为这场战争 不是一个国家 俄罗斯和乌克兰 单纯两个国家的战争 而是一种世界大战 是两个体系之间的大战 是两个阵营 不是两个阵营 是两个 作用力和反作为力的一个战争 一个北约东阔 想用心底的那样来 遏制俄罗斯一个大国 一个大国 避免威胁也好 是强权政治也好 是霸权也好 总之是这么一个角力 这个角力到了一定程度上 不信任 由于不信任 由于军事的武装到冲突 这个部署 这个军事部署 到了不可朝和的地方 就爆发了战争 这场战争 早晚要来的 就像默克尔说的 如果默克尔 在当时北溪二线的时候 就容纳了乌克兰 那就会 这场战争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就提早就爆发了 所以说到现在 就是因为默克尔 把这个拖延了这个 北约接收乌克兰这个 这个加勿北约这么一个 军事组织 这个组织来讲呢 是一个集团 一些联盟 一小组国家的联盟 来和另外一个大国的集团 合物大国来进行对抗 那美国也是用这个方法 联合了一些 亚洲的亚太组织 啊 印太组织啊 想利用这些国家的力量 组织起来 对付中国 真的 那位还是在记录一种 把中国 脱入一个冷战的思维上中去 亲爱的拜登主统 参议员 众议员 我们不要 不要这样的 啊 还用固定的模式 冷战的思维模式 来看待今天的世界 啊 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 啊 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考虑今天的问题 我们就会 再次 几个国家联合一起的世界大战 而现在的世界大战 是现在的战争 所伤亡的人数 要比原来的多得多 更加惨烈得多 所以 为了避免战争 为了 我们可以 在制定决策的人们 或者走向 和平的 和平的 和平发展的道路 或者走向 像乌克兰那样的 军事冲突 这样一个道路 最明显的 风口浪尖上的一个问题 就是台海问题 台海战争 是一个 是 台海 我们说是台海战争 也可以叫 远安国内 中华民国的 国内战争 这个战争 不是 在2027年 也不是在 100年 而是 现在一直 就没有停过 这场战争 从1947年开始 打那个战 叫做 人民解放战争 就是人民 来 追翻 这个 蒋介石代表的 中华民国 这个政权 这个战争 到现在 还在进行 我们说 为什么说 现在来讲 中华民国 台湾不是一个国家呢 就是因为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一直到1971年以后 现在 人格国大会 决定 通过那个决议 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代表中华民国的 唯一合法政府 但是 对这个问题的认知 两岸是不一样的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蒋介石的代表 他认为 他是正宗的 就是正宗的代表 中华民国的一个政统 而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 就是毛泽东这个代表 或者是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 习近平的三个代表 也好 是科学发展官也好 习近平的 解决台湾问题的 新的战略也好 都是代表的 从中国大陆这个方面 二七五八六十六 如果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就是代表中国 其实 十 说穿了 通过这个现象看本 就是代表中华民国 但是认知呢 就差这一步 一步之遥啊 一步之差 就是 真理脉国人 差了一步 没到位一步 就成了六五 就是我们在检验真理 往往都知道这个 在科学的问题上 是来不到半点虚假的 为什么 联合国宪章 中国宗策的国民 是十个代表 当时是罗斯福尔主张呢 中国国共 一定要国共代表 包括共产党的代表 和民主人士的代表 共同组成的联合国签字代表 到美国参加联合国大宪章签的仪式 也是中国是第一个签字的联合国成员国 创始会员国 董必武又是在这个会上 明确在这个联合国宪章签字大会上说 我代表中国 包括中华民国就是代表中国 总比武参加联合国宪章签字的伟认状 是蒋介石签发的 中华民国参加联合国宪章 十人小组 所以中国共产党是 是参加联合国宪章的代表之一 所以说 有这么叫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中国 就是代表中华民国 这么一个合法的意义 这个话是这么 每一个字都在包含着 有意思 谁代表 当时是中共的最高代表董必武 代表中国是哪一个中国 具体是哪个这么的 准确的中华民国 而不是大清王国 大清王国也叫中国 也不是大唐王国 大汉王国 你按照那么说的延续的话 那中国的名字到老了 三皇五帝 三皇子孙都叫中国 所以我们要聚 你在联合国 注册的是什么 什么国名 你比如说你叫蔡英文 你不能叫做 李登辉的秘书 这也是一个名称 这两个名称 蔡英文才是你的真正名称 所以蔡英文 你作为一个法学的博士 你这个概念不清楚 搞不清楚中华民国宪政 你四个坚持 你四个坚持是四个坚持台湾路线 你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省 是中华民国代表中华民国的全部主权 它是不错 所以你的博士论文是完全不及格 你不够对博士的资格 你连我这个门外汉 一个数学工作者 法律知识都不如 你这四个坚持互不隶属 你不隶属中华民国吗 你不尊重中华民国宪政吗 中华民国宪政就是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 你不可以分裂 你要分裂要通过全体中华民国的 国民大会 要通过才可以 你不隶属中华民国宪法 你按照宪法才能建立一个政府 这个政府呢 政府它不是 它的依据产生是从哪里产生 从宪法当中产生出来的 政府的政府 这个宪法给你的这个政府的权利 你才有 没有给你授予你的分裂 这个中华民国宪法的权 你就没有 你要有 你就是搞分裂 你就是国家的罪行 你就背信起义的罪行 你就是违反了宪政的宪法 有宪法 没有宪政 没有民主宪政 没有不去遵守这个宪法 那你同样犯了一个 背信起义 这个反民主 反人类 反法治 这个价值观的一个荒谬 你宣言呢 是分裂国家的一个概念 所以你在制造 你制造台海紧张 制造台海战争 因为现在在处于战争 你这样的宣布互不隶属 不服务宪法 还有这个 你把自己的 把那个 职路为马 你认为你自己搞的是宪政 你搞的是乱政 所以说 你这个 所以 另外呢 你还说 要两岸要 要对等 对等 政府对政府谈话 这些人们的 那个 Republic of China 这个 美国在签订 这个 跟那个 台湾关系法 在中美建交的时候 那个 卡特总统 就 坚决的 把这个 那个 台湾那个代表 那个中美代表 叫下公权 就告诉他 你这个 GRC GRC 什么意思 台湾不是政府 美国和台湾政府 没有联系 是 跟台湾人民之间的 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 Non-officer Non-officer Non-con-derivant 不是政府 你是非政府组织 那个省 那个地方的代表 这个叫 地方 台湾是被中华民国 征服了的一个省 所以说 蔡英文 你的法律概念 不及格 所以 难怪你这些 全民共讨制 就证明你 你到老了 现在到老了 你也不知道 你错在哪里的地方 这是你的意义孤行 又想当婊子 又想立牌子 这是你一生 一生 遗憾下来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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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粮换柱 破国殃民的一个细胞 DNA 所以 你有这样的DNA 这个害了自己不说 害了家庭 害了整个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 你把这两千三百万人民 误入歧途 让现在是台湾在这个大陆 在进行的一场 没有硝烟的认知战争 就是政治战争 政治战争在最高手段 就是武力统一 我们说完台湾 这个四个坚持 每一条条都是反对 就犯了反分别国家法的一个宪法 但是中国 我就怀疑 为什么中国大陆政府 没有反驳 没有反驳 蔡英文这种四个坚持 台国纲领这个批判 也没有批判这个陆路线下 你政治战争在舆论上 你没有占领议论这个 诱导和教化这个工作 你才犯了这个 迟迟不能解决 台湾人也不相信你这个大陆的民主 也不相信你这个大陆的有法治 所以也不相信跟你互不利 就变成了一个 你一看当中的一个 坚持自己这个 这个理论上来讲 就变成了两套 各说各话的一个 这个丫头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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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已经到现在就是做改了国号 就是 为什么改了国号呢 因为当时希望能够跟国民党的政府 能够有所区隔 白马非马 这个叫龚生认 就是说东南人工 它是一个新中国 它不是过去的旧中国 就是希望能够跟蒋介石这个 这个一党专政党能够有所区别 国民党和共产党有所区别 这么一区别 但是性子没有讲清楚 是成立一个新政府 就是New government 不是一个New nation 不是Country 所以毛泽东在这个 新中国国成立的宣誓上讲的话是对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政府成立了 这个话就对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新国号 不是一个新国民 不是在New国现场上注册的国民 它是代表 就像俄罗斯和 俄罗斯在New国注册的原注册单位叫苏联 苏联受主于联邦共和国 它现在叫俄罗斯 这个等于俄罗斯是个国号 苏联是原来在联邦共和国注册的国民 那么现在这个 恢复这个联邦 原来呢 这三个代表 乌克兰 白俄罗斯和苏联 俄罗斯 这个三个代表 代表这个苏联 这是当时的 现在是 乌克兰分出来了 俄罗斯也分出来了 白俄罗斯也分出来了 这三家当中 现在 白俄罗斯和俄罗斯 还是认为自己是一家人 乌克兰现在把自己搞了个独立 就想分裂出来 我不是跟你讲 我要加入北京 这就像台湾一样 台湾蔡英文 李登际一样 中华民国在台湾 然后乌克兰在基辅 就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道理 但是 台湾没有完成的就是 它没有进入联合国 因为在联合国当中 留了一个席位 叫中华民国这个国民 它不加入 永远 无论怎么样的变 才因为无论再怎么变 再过一百代千九万代 台湾也加入不了联合国 所以它死无葬身之地 台湾呢 死无葬身之地 这这个认知 认知不到位啊 所以就要搞台湾 或者这个李登辉 这个皇民皇子 这个 这种认知啊 叫做 李登辉是搞农业的 小农经济 崩建社会就 崩块地 我称个王 就像韩信 我打下个山东 我自己称个王 叫齐蛙 这个 这个就是 小农经济的思想 李登辉呢 就是这个 皇民思想 小农经济的思想 而台湾呢 大多数人 还是带着 封建的一种思想 台湾是台湾 中国是中国 这就是封建思想嘛 如果地方民粹 我台湾 我 我 我是原住民主的 这就是地方 是这个民粹嘛 美国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是中国这个 原来那个私有打仗的时候 东都扶桑 然后中央大败 逐渡中央 以后逃到这个 或者这个梵林海峡 然后跨过这个 这个 跨进北美 南美 这是印第安人的老祖宗 在亚洲 而到了 西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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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伦布 还有这个 葡萄牙和西班牙 这个 这个 发现 那个 这个 发现新大陆的时候 对这些原住民的落后 啊 保守 还有这个文化呢 就采取了镇压和屠杀 他们都不说原住民 那个 现在那个时候没有人保护原住民 包括南北战争的时候 啊 西尔曼就说 印第安人磕头 告诉他往投降 都 你投降的资格都没有 啊 死亡是最好的投降 这就是 西尔曼 美国大 那个 里根手下的大将军 西尔曼那个 大将军这个话 是吧 死路一条 就是你最好的结局 那么现在 你台独 搞台独 死路一条 就是最好的下场 乌克兰参加北约 死路一条 这还不是血流胜了 你要坚持这个 不可以实现的梦想 你要把它 把它做 那就会 做到这个 这就是政治战争的一个结局 你真知道这几个绝集了 你不能等到 这个 泽连斯基 到已经到了 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时候了 我们才 决然反省 我们为什么不能现在 就在进行反省呢 这个 这个 拜登总统 我们现在 为什么不能够做一个中间裁判 我定的规矩就是这个规矩 你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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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政府的 一个省 被中华民 政府 按照 亚尔塔协议 不是 按照那个 开罗协议 和博士亚的公告 那你 日本人必须把台湾 和澎湖 列岛 还有满洲 归还给中华民国 所以 你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省 你不是中华民国的全部民主 中华民国的民主 中华民国的民主 即使你全部回来 中国也不可以 中华民国也不可以改变 中华民国在联合国注册的版权 那还有俄罗斯还占了一大片 俄罗斯 普京说这一片土地早晚要还给中国的 所以 这个 中国完全统一 现在万里长城只走了 一小步 一滴滴滴 一滴滴 就把 香港和澳门收回来了 台湾 必须收回来 这叫什么战争呢 这个 叫做 没有硝烟的 认知战争 再说大一点 叫做 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 如果爆发战争 就叫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你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不能克服台湾的国军了 你打得过也行 台湾的国军 你把中国大陆解放了也可以 那你既然 只有一个国家 国家主权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代表中华民国这个主权 你如果 你不服从 那么就要被征服 就在 凯撒大帝说的 就要征服你 那么 谁给征服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一不容辞 就征服 邓小平说的 合并统一不两次 那何西林 鱼虎毛皮 鸭虎毛皮 鸭虎鸡 鸭虎鸡 我给你画一块地 这就跟韩信 那个刘邦和韩信讲话一样 除汉 除 那个 富人之人 包括那个 国台办那个 那个发言人 叫朱冯年讲的 我们是有耐心的 我们愿意 最大的诚意 最大的努力 实现出 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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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多年 台湾说融合到 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是吗 这走到完全相反的路 南辕北辙 你和平就是那 和平分裂 一个代名词 所以 这种呢 这种制定的 这种解决 习近平是制定的 叫习非城市 对待这个 习近平西时期 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 所以 立足点是 在 是 战争以后 它没有立足在 这个战争之上 因为现在 你的 你的基础 就是一个 沙滩上的基础 你什么时候先进去 战争的 战争没有结束 战争的基础是什么 战争 结束战争的方法 有两个 平淡 让我们签订有条件的协议 让我们签订无条件投降的协议 先提醒俄罗斯 和乌克兰 你现在在 打打谈谈 谈谈打打 现在中国这个阶段 和台湾这个阶段 就是 垃圾战 打打谈谈谈谈打打 所以 一直没有签订和平协议 那么 一直没有战争 一直没有结束 习近平这样的 按照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也没有结束战争 没 只不过是 就是用猫儿盖石 把这个掩盖起来 把这个 敌我矛盾给掩盖起来了 必定会 到了一定时候 共产党内部出现分裂的时候 就会出现 这种 指挥不燃 反共大陆 推翻 这个 现在的 中华民国代表 中华民国的政权 这叫 反清不明 就是 这么一个 同样的一个政权更迭 就是一个 规律 什么 齐心也伯伯 齐末 这个 齐心也伯伯 这个 这个 就是这么一个规律 分酒必合合酒必分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不能够冷静地用 变动 没有 按照法律来解决 而是按照人事 按照我们 树立这么一个人事的标准 中国这个 树立人事的标准 是根深蒂固的 如家那个 君君臣臣夫妇之子 如家文化 等你灌输的本质 给灌输这个 所以 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就是 人事自信 用盲目地 制造人的自信 这个事来讲 按照现在量 是落后的 意识形态 所以我们呢 要认知 这也是 中国大陆 十四亿 十三亿同胞 在认知上的差距 这个问题 也要解决 因为 当事者迷 旁观表情 虽然我们看到了 这个 现在的 时代的 一个建设的翻译 这个是暂时的 根本的矛盾 还需要 提升 民主法治的认识 这个制度 在制度面前 人生平等 你凭什么 会台这么出来 你凭什么用金钱来收买 你今天能够收买的东西都不是事 今天收买的东西 你 你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 你就永远得不到 你今天要买 今天 你虽然能够买回来一些土地 但是在法治上 但是在法治上 这个主权 你就讲 我哪个使用权 我不是主权 你主权不能让动的人 你不能分裂的人 所以你分裂的主权 你就会 这个国家就会出现 内部就会裂痕 就兄弟肖强也好 这个这个 你讲俄罗斯和乌克兰一样 都是斯拉夫人 最后来讲 这个 自相残杀 血肉 血肉相残 骨肉相残 骨肉骨肉相残 就是 历史就是正本走过来的 所以 和 这个 我们跟美国应该也是一家亲的 因为美国的原住民就是中国人的 所以你为什么不说中美一家亲呢 我觉得中美一 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感情 有些自己家人都 培养了中国的学生 培养那个 帮助中国的现代化 这个问题 我觉得不管是哪个国家 包括俄罗斯也对中国有问题 我们都应该感 都心怀感的事情 不要用这种DNA 这种血缘关系来 把自己民粹化 把一个民族 变成了本民族 在这个利益制造物上 本国家本民族的利益制造物上 而忘记了整个 就是 我们叫大和民族也好 全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 你应该走这个 周围更大一点 这个才是一个世界观 一个大同观 一个共和观 一个民主观 民主也好 共和也好 共产党也好 共产党也好 都有两面性 你恰恰把右的一方面 和左的一方面 走向两个极端 邓小平和 毛泽东就说 这个 这个 不能够化江而至 而现在呢 那个那个 现在邓小平呢 就是化海而至 搞的一国两制 就是化海而至 对吧 化地为老 对吧 你香港这个 你可以搞自分主义 你搞来搞去搞到最后 你自己这个 你没有统一的领导 没有 没有国家的认同 没有 没有爱国主义教育 这种教育本身就是 就是让你培养出的一种 跟你自己疑心疑脚 奔倒阳焦的一种 一种 一种历史形态 这个形态 这个就是一个 最后 培养自己的 绝目人 而不是培养一个 世界的一个 有世界 心怀的一个 大心怀的一个 大国的一个 国民 大国的公民 什么叫公民啊 为了 是吧 所以 美国那种培养一种 公民意识 这个 比中国做得好 这个世界 不管来自各个国家 到了美国就是美国人 深圳人呢 批养的一个 这个概念 你不管是 全国各地哪里人 到了深圳就是深圳人 这个 这个概念 才是一个 新的概念 我地方概念 要普通 我都是中国人 是吧 你或者是大家都 有一个 谁能者为师 不要去 分那个地 小农经济 才有这个 中国 中华民国在大陆 中华民国在台湾 这就好像 你是展开宁啊 我 我是四川人啊 你把这个人 都分成一个地 按照地理来 去分 这个国家 就变成了 退回到 封建社会 退回到哪个部落时代了 对不对 这个历史就是倒退了 这种思想就是落后的小农意识 对吧 小农经济思想 这样说小农 小农经济 这个地块是我的 这个 铁路警察不管一段 这个呢 就是 中国的一个略根性 文化的略根性 就是 小农经济的略根性 封建 是 中华人民国 八二宪法说 1911年 孙政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吹翻了满清 封建的帝制 创立了中华民国 但是 中华民国的反帝 反封建的 历史任务 还没有完成 从一开始 袁世凯登基 就是个恢复 中华民国就是 在搞封建的 这个 部聘 然后呢 出来的 走马灯 走了这么多 中华民国的总统 出来了 直到最后 蔣介石统计了中国 是吧 然后又 军发混战 然后又出了 共产党 抗论战争 之后又合作 从那个 新兴正火 开始燎原 然后从湖南共和国 一直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都是一个 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分有必和 合有必分 这么一个演变 这个 变化是正常的 而认知呢 是 我们的认知呢 如果不能够赶上这个 时代变化 这实践 我们就在实践当中 就会失败 经过失败 重新认识的 这个 一个中国的 一个 人民解放战争 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重新认识 这个叫认知赞成 没有消业认识 你认识了 你就不会制定那种 任敌没有 对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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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 含糊七识 出卖主权 这个 对这个 这个 蔡英文这种 这种 四个坚持 不文不问 听了认识 古往延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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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这儿 齐悲成事 所以 在意识形态方面 我们中国搞的 最顽固的一个阶段 行左持右 所以 行左持右 教条主义 这个 这个就叫做 行而上学 史大林时代就搞 这个 苏联 为什么共产党 为什么要回来 解体 就是因为搞了行而上学 搞了极端 这个极端 行而上学 最后都是要走向极端 现在台东也在走向极端 台东就是在 坟东必反 是吧 这个就是极端嘛 一武 一武抗土 一武谋独 一央 一央 媚日 是吧 这个谋独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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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什么 所以一念之差呀 举手之劳 就可以解民造权 现在的拜登总统 你现在面临的三大任务 抗疫 抗疫 抗疫疫情 从疫情当中走出来 会赶紧恢复生产 进入这个 国家这个正常化 第二 对吧 就是拼经济 搞好基础建设 这个这个就搞好基础建设 特别是新基础建设 美国在这方面 确实是忙于打仗 这个几十年来 从七十年来 一直打的世界上 打了多少仗啊 是吧 美国的基础建设 现在的基础建设 都是当时 过去几十年以前 搞的一个基础建设的 一个留下来的遗产 这种共产主义思想 这个美国太伟大了 你们自己的家里 不管 就管着世界的保姆 世界的那个什么 你要管 管出个名堂来也好 没有人的 没有人感谢你 是吧 除了几个小的 小的楼 像台湾这样的 无家可归的 这样的 把你奉为这个救世主 其他的 还有立陶宛 你看 信奉你的人 信奉美国这些 都这些 我们说 不是说发展中国家 就是那些啊 主权不独立 靠谁 靠山垮 靠谁 靠谁 都不理的 那些 搞不拉屎的地方 那些 谋反的人 是吧 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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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自己 独立称房的人 又找不了 就拉大气做补辟 你美国要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是在被利用 被这种小国的利用 被这种小的地方的一些 一些那个派系 那个小岛也好 小什么的 所利用 所以大国之间啊 一个格局和平衡 是最重要的一个 未来世界稳定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团结 我们说 新三角形 过去的三角形是 过去的四边形 四角形 英国 那个 英国 那个 俄罗斯 美国 中国 后来就变成了 英国 法国 现在的德国 欧盟 然后对待这个 那个 俄罗斯 和中国 这样的 形成 五角形 五角形 但最后 实际上 我们解这个 多元 片面对方程 实际上是把多元 降维 降维的 降到结果 就是三维 降到三维 就有办法可以解了 降到三维之后 还有一个两维 变成寄托 这个寄托 你要搞 知道这长远的目标 是寄托 美国 这就相信了 我未来美国发展 一定要和中国搞好关系 你有了寄托这个数学概念 你看 两边之合大于第三边 你只要是中美合作的 顺畅了 那么怎么合作呢 合作必须要进化 必须坚持一个规矩 这个规矩 就是联合国的规矩 然后水北北的规矩 就必然会惩罚和暴谷 一暴还一暴 这就是合作的规矩 俄罗斯 攻打乌克兰 就是因为逼急了 这不是因为主权国家和主权国家的矛盾 而是自家人的矛盾 他这个不是清了后晚去了 是你逼急地把他 人逼急了 对吧 全都就是真理 这不是说小国 你小国你拉大梯做武兵 你就能够随便跟 新加坡这样的很乖巧 他是个小国 但是他 他有他自己的原则和力量 他不是围着这个小国 他拼命地去扩张 捞到自己的既得利益 拼命地去追逐自己 台湾就是拼命地追逐自己 得不到的利益 所以台湾这个现在的兵凶善围 是自己 自作孽不可活 台独和独台 是没有生存的空间 在历史上 在中国历史上 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 没有生存的空间 在蒋介石来说 也是要打的 所以 能够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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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 人民知道的 大陆人说了 台湾人听不进去 只有美国人说了 拜登总统说了 特朗普总统说了 重新重新的 重新的 把那个重申 四不一五一 挨着 好好地跟他讲清楚 不支持台独 就是反对台独 因为台湾 台湾观景法 就是像俄罗斯 打乌克兰的方 我给你武器 我提供你的自卫能力 你去打吧 结果就是 台湾就变 战场在台湾了 台湾就变成 残垣断壁 血流成河 妻离子散 架破人亡 所有的 坚持台湾 就是一个 主权独立的国家的人 都会遭到 歼灭性打击 而不是 留下来 不是将来 后世的英雄 不是将来 民族大家 谁哪一个人 还纪念你 因为你是失败者 因为你是 历史潮流而动的 失败者 就像 现在很多 乌克兰 亚树营也好 你搞纳粹也好 你搞恐怖活动也好 你最后的下场就是灭亡 你不投降就灭亡 你投降了 经过了投降洗脑 那么 整个 整个台湾不能够按照 现在 两天 是那个 邓小平犯了一个 极大的错误 就是台湾将来 还是由 台湾人来 管理台湾 你大陆人 中央政府 是干什么的 你如果按照这种 去中国化的教育 有发展的 民粹教育 反中抗中教育 你这样是台湾人搞 最后就搞出两个中国来 你统一了还会搞出分裂的 所以 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 实践证明 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 总体思想心情也好 但是 依靠的对象错了 结构错了 所以 台湾发展之权 操制在我 执行 中华民族振兴 操制在台独手里 操制在国民党手里 操制在民进党手里 实际上 他曾经跟你搞 构心斗角的 而又我炸的斗争 这还不像 美国的民主党 和共和党之间的 他没有国家的争论 对吧 主权的争论 因为这种 一国家的争论 是不可以分裂的 邓小平不懂这个道理 那么 胡锦涛 习近平 你为什么还要允许在一国两制呢 一国两制实际上是搞得自权分裂 而不是一个管理权 你中央的权力在哪里 不作为 你就违反了你的 中央人民共和国的职权法 你国家主席 不能够完成国家统一 中央军非主义 不能带领中国人民解放 你解放台湾 那你叫失职 无能 束手无策 获国殃民 这绝不是连任主性 所以大家在质疑 你能不能够连任三界 第三界 就像 罗斯福 能不能够连任第三界 他要是在战争情况下 因为在维持战争的稳定 你现在战争的 根本就打了个糊涂仗 泥巴仗 你都不知道认知自己是 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你不知道中央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央民国 你还在搞一中个表 九二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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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有共识 他的个表 个表就是两个中国 包括你自己都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国 你这个认知就不一样 你怎么能够去 让台湾人去认成你呢 所以根本问题 这个 矛盾在于自己认知上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自己的认知 不到位 不够准确 不确定 你只有你认知 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 这件事 因为 你没把中华民国消掉嘛 你要消费从嘛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上写出 他的历史任务 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 你还要把它分成这个 一国两集块 比如说 分成九块 对吧 那个九州嘛 就叫分成九 中华九州 就分成九块 然后把台湾分成一块 西藏分成一块 新疆分成一块 你这不是搞 搞得这个封建的专制嘛 所以说 对自己的认识 不清楚 照到镜子 是违建 你看看乌克兰 你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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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那个 那个普丁 我们到了这个时候了 是二十六岁 我就 上书毛泽西 要提出解放台湾的 就是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十四大 十五大 我都提出来 一国两制 不能够解决台湾问题 跟中央上说 那个 笔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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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沪宁 就给江泽民 除了一个 只有邓小平理论 而没有别的理论 我说一国两制 你都没搞清楚哪一国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就是中华民国 你没搞清楚这一点 你就非要说代表中国 中国的只能是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国 你宪法上还在保留着中华民国的地位 你把另外一个 你把全部否定了 否定一切的结果 中华民国 否定一切的结果 你是否定了自己 否定了和平统议 一国两制 这个政策本身 设计上有错误 基础上 社会基础 国家认同上 有错误 这叫认知战争 为什么叫认知战争 是没有硝烟的战争 是你的 心脑 脑子里的战争 你自己不认识自己是什么 所以所谓学习 学习 你自己是从失败和 失败和经验教训当中 一国两制失败的经验教训当中 去学习 习而不惨 习非成事 习以为常 这就是 问题 就是动地有机 这个原因 还真不完全怪美国 美国它很认识的很清楚 它认识 台湾关系法 它就是 它就是 人民与之间的嘛 台湾不是个政府 它认识的很清楚 告诉你 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 中国 它后面 话里有话 没告诉你 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为什么在 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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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的 新海洋 Ocean Ocean 海洋大会上 它不允许 台湾 挂中华民国的棋盘 不允许 台湾 称台湾的领导人为总统 为什么 美国人很清楚 这个法律关系 台湾不是一个国 Nation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代表 台湾是一个中华民国的台湾省 那不允许你称总统 美国人很清楚 美国人很清楚 他为什么让你 这个状况说 商人 无奸不商 就是要 告诉你的 我就是要赚你这个便宜 我告诉你 我就是要卖武器给你 而且卖的你 再贵 你也得买 你买武器 你就收保护费 我到战场的时候 我绝不会出一兵一足的 我干什么 我美国人去为你的 去闹独立去 去打仗 围兵立乌克兰去 北约东国去打仗 这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 台湾人民在白日做梦 蔡英文在的痴心妄想 所以说 这个权力就是这样的 你在走向自己生命的最后的 终点的时候 你一定要清楚 现在的拜登总统 我们也在走向 我们两个也在走向自己生命的 最后终点 我们能不能联手干 干一件大事 就是把中国的问题 和平解决了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 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们把它给 塑造成了 把那个水啊 把那个水啊 把那个围水堵结 把这水疏通了 大雨治水 我们把这个 中国人民头上这个 那个三个大山 就是 移走了 一公一山 大海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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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山天海 对吧 海 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们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们就给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积德了 就给牵上了一个积兔了 这世界就和平了 对 发展就 发展就顺上 就是 就走向合作了 双赢 这是中国和美国的双赢 只有美国和中国 中国人 他不愿意做头 因为做头太辛苦 像美国这样做 把自己的劳命生 把自己家里都没搞好 我从前就管这个世界的心 管这个 管这个 越南啊 管韩国啊 管这个 打了一当 打了两当 阿富汗那个穷地方还要去打一当 中东也要打一当 然后 那个 所有的疾病 那个 鸟巴拉斯 那个 鸟巴拉斯 那个 那个 那个地方 都要去 显示一下美国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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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警察 最后 都招来自己 自己 自己的家里的建设 一穷二白啊 我去现在美国的建设 你看 我一眼 从这里我一眼可以看到白宫的 白宫 看到那个 Wirson Tony Memorial 我看到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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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广阔 我只有这个 二十十九层高啊 我就可以看这么一样 中国你想看一个 你到一个 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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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县 他都看不了那么远 啊 你在这 这美国给我一个地方 就是 登高望远 啊 可以说 心怀天下 我感谢 拜登说的话 只有在自由的地方 自由呼吸地方 才能够有 有所创新 我们今天就是 立心求生 立 就是不破 不立 破 就是破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破 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 破 四个坚持 破 习近平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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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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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Um 与狼共武、与蛇共武,暴棄主权,这么一个一厢群练的农夫意识,农民意识。 所以,中国也面临着一场革命,那么这场革命最后要激起。 俄罗斯原来叫俄罗斯十月革命一声炮枪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现在俄罗斯又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 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给中国送来了认知战争的变成唯物主义。 不能够否定中华民国的地方,就不该否定。完全否定中华民国的结果是否定了我们自己。 你不能够把台湾地区变成台湾人管理台湾,你中国人你不去参加台湾。